在庙的正前方可以很明显 可以看到龙潭湖的一部分 也可以瞭望到整个蓝阳平原的美景 都在这皇帝神宫的前面 可以很清楚看到整个蓝阳平原 在这龙潭湖的周边都有这些步道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鲤鱼 在这里游荡 这个虎倒翅的是固鱼 非常多的固鱼 还会出现鲤鱼 固鱼已经长得非常体大 呼吟成功 以前的固鱼体型非常的弱小 现在呼吟成功 这个固鱼的体型已经变大了 在宜兰郊西乡 有一个致命的景点 它是龙潭湖 我是老师 今天我来到宜兰郊西乡龙潭湖 我们来探讨 这龙潭湖它的美景 还有它的秘境 现在看到这个是固鱼 成群绝对 它现在在这 力争上游的这些固鱼 它现在正在表演 力争上游 它不断地游上去 这里有成群绝对的固鱼 就在龙潭湖 它是在每年的端午节前后 它会产落三天以后 成了小鱼 自然就会游到龙潭湖这里 这里也成为龙潭湖的特色 来到龙潭湖 就在端午节前后 这固鱼绣 它在做绣 它会游到这个地方来 它产卵以后 会游到龙潭湖这一边来 这本来是快要 捷径灭种的台湾原生种的固鱼 来到龙潭湖 它产卵三天以后 就会成鱼 成了小鱼以后就会力争上游 游到龙潭湖来 这种固鱼力争上游的美景 这看起来非常的壮观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龙潭湖 这里的社区设定一个保育 固鱼的一个力争上游的一个这个门槛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固鱼 固鱼它是台湾的原生种 它在这里受到保护 本来这个快要捷径灭种的固鱼 在这个社区的保护下 现在这个固鱼已经沉寝结队 已经游到这个龙潭湖里面 非常的多体型也变大了 这边可以看到满满的固鱼 这个固鱼是在关武节的前后 它产卵差三天 它会回流到这个龙潭湖 这也是龙潭湖的一个特色 固鱼 来到龙潭湖必定要来看这个固鱼的固鱼秀 因为这个在端午节前后 它会产卵 产卵三天以后 它会游到龙潭湖 这是固鱼秀 台湾原生种的固鱼 在龙潭湖这里的社区受到保护 我们在龙潭湖这个地方 这个社区设一个固鱼的一个门槛 它会力产上游 产卵三天以后 会游到龙潭湖 请问我们对这个固鱼保育有什么设施 我们现在就是说尽量保育尽量不需要下来 下来来吃 下来玩 像有的早到来 三号都会把他吞吞吞 虚子都不敢起来 你当楼水都不敢起来 你像这样起来 你刚刚那些人来起来 他自己没有起来 小孩 切小孩 要起来小孩 小孩 像我两三天 就出了 出小孩 出小孩 他现在这是母位要起来小孩 刚才先起来 这是体外受心楼 刚才先起来 那些草 草扒下去 那母位再后再起来 小孩就会生鱼的小孩 小孩就在这个高堆就对了 都在高堆 最后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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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小孩在楼里面 一千月 没有三月 在外面的小孩都吃了一只鱼蛋 不吃鱼的小孩 还吃鱼 吃鱼不吃鱼的小孩 这一只鱼的小孩 你才是一只鱼来看 这都担担什么 对对 跟旁边就担担 越路越路 越路越路越路越来越担担鱼了 这鱼 我们土地怎么说 说鱼的鱼 鱼的鱼 以前我们就是说傲鱼 傲鱼 傲鱼就是 像这鱼的 这一千 这一千 它起来 起来 起来 你终于不走 我会给它 傲鱼 最大鱼的 最大鱼的 最大鱼的小孩 两鱼 两斤 请我二十年做愿 你是这个社区的理事吗 是社区理事 我们贵是 我先鱼 鱼喔 鱼用三点水的鱼 我不是鱼 我鱼鱼 来到龙潭湖 必定要来看这个 孤鱼秀 孤鱼每年在端午节的前后 它参软会利游到这个龙潭湖 就是一场秀 就是龙潭湖的特色 这个固鱼是在龙潭社区发展协会 清除外来种的鱼类日清以后 这个社区偶尚的固鱼 它的体型已经恢复正常 数量也变大了 所以在龙潭社区发展协会 保护这个固鱼的功劳 在观看视频的你 我们点赞 为这个社区发展协会 为了保护这个固鱼的生态 布鱼一利 我们为这些社区 龙潭社区发展协会点个赞 感谢你 我们请问这个游先生 你对这个鱼这种有什么看法 和未来的检查 这个鱼就是说代表我们地方 没有看到的东西 这个东西你可能没可以看 如果我们这两天也有鱼 可以来看 那就是尽量如果有鱼来看到 尽量给大家盜保护 尽量看到有人玩了 就是说不要下去玩 我的手法就是这样 是是是 要让这个地方看 让大家看到这个鱼很漂亮 要不然你平常是在里面看不到 这才让你看得到 这在一旧 旧空间的时候 不是全埔差要没种的这个鱼 对对 本来就是这要没种 我们社区就是 为了这个 没有保护这个鱼 所以做这个来保护 是是是 不要让你来吃 不要伸 尽量你把它保护这个鱼 是是是 鱼俗称叫龙鱼 它外表好像 三把肥 头部比较小 身体 它的形状 偏扁 较柄 它的背面是 灰黑色的 这是故意的特色 这是故意 它 力增上游的 情形 这是故意 它从湖里面 力增上游 官吕 对啊 它有自知性性 不让它 是要这样担扬 一杯也不可以 是说做这个 哇 是固定了 让它这样担起 这样去到水才会 在中的水里头上有开 没有水水里的 就会打开 不是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故意 在这个龙潭府 的周边 已经密密麻麻 澄清 结队 都看到黑黑 那个都是故意 一群的故意 顾瑜它有天底是喜好 它会来吃这些顾瑜 在这个龙坛社区的保护之下 这里都有轮流 派人在这里监视这些顾瑜 它外来的天底跟人的入侵 所以这里保护得相当的好 这是龙坛湖龙坛社区的户瑜人士 来到宜兰郊西的龙坛湖 记得要在每年端午节的前后 它有一场顾瑜秀 这非常的壮观 在龙坛社区的保护之下 这些户瑜数量是越来越多 在龙坛这边 生态园区也种满了荷花 这里也开了很多的这个荷花 点缀龙坛湖周边的自然生态 这边是荷花池 现在看到这个是龙坛湖周边 它自然生态 这一些野生的这一些花花草草 点缀龙坛湖的自然生态 这看起来增加自然生态的美感 这个固瑜在这个地方参丸以后 它这里设了很多的门槛 一层一层的门槛 这一些固瑜能够游到这里来 都是好的 它设定这一些门槛 而且旁边一层一层 就是要让固瑜来休息 然后休息以后 恢复体力 再往上游的这一些门槛 这些门槛真的是不简单 不容易的固瑜 它的精神 这个固瑜 它游到这个地方 它会稍微休息一下 它在这里休息 然后再往上游 上去产卵 它会长到多大 它会长到两斤半 两斤半 那么大 在里面就没长 所以可以钓吗 这边不可以钓鱼 这边不可以钓鱼 这边好像是金属钓鱼 金属钓鱼 怕要钓到这边 它会有到这边 它那个污染 这边只有会有到这里吗 对 它冬天 冬天了 冬天了 冬天完完完就回去 它冬天在那边打 下一批再上来 冬天在那边长大 对 不会长大 冬天不会长大 冬天不会长大 三天就出海豬出汽油 我跟大家讲 你们台具有没有 好 都挤在水流的前面 在那边就享受残卵 那现在的话在残卵那边的石头底下会看到很多的鱼卵 但是我们不能下去 对 那至于大家会问说鱼卵在哪里 来 我拿给大家看 鱼卵在这 这个就鱼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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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旁边甩 甩出来以后鱼卵遇到水 它那个黏力马上会有一些变化 会碰到东西就黏到东西 就黏起来 这样 那所以 所以这个鱼 它鱼卵在这边 那我刚比的这些鱼卵 大概都是空泡蛋的 因为它没有接触到水分 没有氧气 没有氧气 那在水里面的一条鱼 肚子里面有八百个以上的卵 但孵化率又那么高 但是成长率很低 大概不到千分之一 因为它每年都可以上来产卵 那这个是什么鱼 圆稳固 它学名叫做扁圆稳固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的人 就是叫它鱼鱼 那还有一个名字叫鱼鱼鱼 为什么鱼鱼 这鱼才鱼 这么大只 可能还有二十倍 只上来让人家看到九天 这个我们常常来第一次看到 不晓得是哪一天 一年只有九天 我们常常来 你们今天来就看到了 我们今天来好多次 你们现在来看这个鱼的产卵 它会产卵在这个 木头的旁边 旁边都是鱼 因为看到这些鱼 已经没有跌出到水 还有风气 那这些应该是 不会扑小的鱼 那在水里面这些鱼 才能够扑小的鱼 来这些鱼 来这些鱼 所以进来的鱼 以后要重大正 你们要摆多了 你又曾经在脑中 现在摆多了 镜头水 laws 开始 這裡 再开始 快 现在如果鱼排好 他就开始摆 所以如果我們來看那些魚擺去擺 我趕快吃下去 趕快去煮就趕快去煮 好啊 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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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黃沙燒一杯九十 下注 下完注 手離開 快點 這魚啊 因為我剛才有說 它是食物鏈的最底層 它是不公者的角色 那麼它要往上面衝 上面有什麼危險它不知道 只好等大家來 我這樣會不會衰 那你說的 不是 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子喔 這個魚啊 根據我們研究它 很聰明 它在河口 在黑底 要起來的時候幾針 這些魚都沒起來 一開始要起來的時候 它是沒有要生產 近年沒要生的小公魚 這些魚仔仔先起來 它有做先鋒部隊 趕死隊 因為小溪裡面有什麼危險 它們不知道 所以它先衝 那這一批衝上來 只要沒有很急迫的往回走 所以我們要先來 太陽 我們來 我們來 這件事 我們來 想提醒你 跟我們來 走 我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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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顾羽 顾羽的长相跟它的特征 还有顾羽它唯有的作曲 还有顾羽它在这龙潭湖 这些保育的工作 还有龙潭湖生态的系统 我们看到前面这里有设一些障碍物 这些障碍物就是在保护这些故意的设施 不让这些患者进入到这个保护的地方 来惊吓这些故意 它故意在这边被保护得非常的好 这是龙潭社区 故意保抑社会 来做着这些保护工作 这是龙潭湖的一个自然生态的一番 还是针灭社区 照进入川泉 突破剧场 再报ー 我等在地方 ひと园 有的有的 一个 john 증玉 你要罚 往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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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越多 往上游 從那裡也是 到時候也是要再爬上去 河湯 湯 瀦區 溶潭湖 就 吳 ER 魚才看得到 它是圓吻 圓吻是魚 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圓吻是根據到 是魚流的一段時間 它生長到15到33公斤 最重的1.5公斤以下 魚肉多次 它經濟價值很低 它經濟價值很低 那它幹嘛 因為它 你先看 注意看一下那個魚側面 它有兩排的側線 魚蛤蛤 魚蛤蛤兩抓 那個側線就是它的生長點 它懷孕的時候必須要 接受水流的刺激 它才會排暖 彈暖 所以它才要逆流而上這樣 對對對 如果沒有這個溪流的話 它就是要到浮底 去摩擦石頭或者是樹根 好 知道了知道了 那我好像那個 電視上有看過一些 一些絕面是這樣 這南山哥來看 我這裡還沒看到 上面上面比較好路 上面 這上面 昏倒了嗎 昏倒 這里面不太多 只有幾萬塊 我怕沒有水 它是從哪裡來的 一朵下面上來的 那湖裡面上來的 那湖裡面上來的 你是說龍湯湖有上來的 對 他們本來生活 就在龍湯裡面了 那裡面比較大條是什麼魚 那裡面比較大條是什麼魚 比較大的魚 很多魚 удар 什麼魚 那有些魚 這她超市 如果是在龍湯裡面 哪海 那天 那你們 你們 那時候 那時候 所以你是政府派來這邊顧著 我們去你做餐最新 這是顧魚啦 顧魚這叫顧魚 顧魚啦 那這人顧鮭魚啊 那你怎麼過來啊 這個顧魚現在在這個端午節前後 位在龍潭湖碩蝕蝉蝉蝉 也會上演密密麻麻 力爭上游的生態秀 這顧魚為淡水 變身一種 社區未來護魚它的成果 在1990年曾被認為已經拙機的顧魚 現在已經大量出現 成為社區的寶貝 我們為這個社區 護魚有功點個讚 多一分鼓勵 讓大自然恢復原狀 我們今天的視頻就拍到這裡 感謝你的收看 我是老師 我們下期再會 感謝